我刚刚去Burnay Shopping Center 剪头发 如果你有趣你懂 一楼有一个organic salon 外面放一个很大的两块钱 那个 salon 然后我进去剪 剪了这样子 然后换钱的时候我给他一张五块 他跟我讲 剪头发二十五块 我就问他外面不是放两块吗 他说没有 那个是要替Botard才两块 我就跟他讲 可是我是因为看到两块我才进来剪的 他说没有 你要做member吗 member一百块 一百块可以减两块 所以member一百块可以减两块钱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最多是还你五块 我没有钱了 我跟他说我没有钱了 他说你这样大的人了 你不懂咩 你外面那里放两块 下面有term and condition吗 你没有看到咩 然后我就跟他讲 OK不用紧 反正我不要还那十五块 我也不要做member 现在讲办 他讲报警咯 等一下你写你的电话号码下来 我报警叫警察来找你 然后我就写我电话号码下来 写了go 他就讲你可以走了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我剪了头发我还是要还钱嘛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要还你五块 你要不要收 他讲我不要收 我不要收你的五块 我们是二十五块 让你要做member 然后他就讲不用紧 我post facebook 他就拍我的video 拍我的video 我要post facebook 我就好嘞 你post都随便了 but then我又不可以走 我剪头发我还是要还钱嘛 所以我就放一个五块在他桌子 然后我就拍一张照 证据一下 然后我就走 然后我走出去很好笑 他就追我 all the way追住我 他就一直喊一直喊 诶这个街头发没有 我发现这个街头发没有 我发现他一直拍我一直拍我 等下讲要post facebook but 问题来了 我现在到家了 我去找他facebook 他根本没有facebook what the fuck